13頁這個呢,我們跟各位分享一下 簡報13頁這個 這個應該有很多老師有看過 那 像這個呢 轉盤 是 應該是目前用過算是 很方便的,而且功能很多 雖然疫情期間 就是也有不少是用 不過他後來呢,還一直在做什麼 改版 所以你看 我在這邊 有個demo 先給大家看一下 像這樣子 這個是我在學校的時候用的 那你點下去 這個音樂 這些顏色 中間的logo 都可以換 還有跳出來的聲音 這些都可以改 而且呢 抽過了 我通常都會 今天就免疫了 就可以把它移除 這樣他就會自動從裡面就清掉了 這樣是不是就OK了 對對對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而且呢 我通常會保留 可以複製的 也就是說你今天你可以 看你要不要讓人家複製 如果要讓人家複製 等一下 你看 在這裡 好 有沒有,內容就在這邊 好,在這裡 那 各位呢,你可以看喔 這個 我們一般這個選項是不是都是文字 請問可不可以放圖片 可以 有沒有看到右手邊可以圖片 所以你的選項如果想變圖片 就從這邊 直接 加入 有沒有 當作項目 或者你變成中間的 還是當背景的 你就可以把 你的圖 當成是那個 我們這邊沒有圖 就 先 不用沒關係 然後你看 你的名單 可不可以排序一下 可以喔,還可以隨機喔 不然有些同學說 這樣不公平 對不對 你也可以,甚至你還可以分類 他的分類就是排序啦 只是 中文的 排序比較沒有什麼意義是因為 他用的是什麼 筆畫順序 那如果你是英文或數字 這樣排序就比較有作用 這樣OK 好,像這一個 好,那你看 剛剛 這裡 在這邊 有沒有一個叫定制 你可以進到這裡面 因為都有中文 所以 你看 聲音 不見得像這個 因為他的聲音 好多 這個樂是 然後呢 你看下面這裡 也有 比較 其他的 寒假音樂 我不知道什麼叫寒假音樂 好 你自己決定 好 好,你自己決定喔 那你可以 自己看說 哪一個比較 適合 像這邊也有一些 有沒有 音效的聲音 就還蠻多的 那你旋轉的時間 你也可以自由控制 不見得要轉那麼久 像這樣 那結束的時候 像我們剛剛是 跳出來 對不對 有一個 YA 這個 都可以改 你可以選擇 要不要 跳出那個訊息 還是 你要有 動畫 都可以 那 這個呢 就是他的主題 所以你看 我大部分都很認真的 放上 我上課單位的 Dogo 或是我要的主題 像這樣子 你可以自己上傳喔 這些都可以上傳 然後你的色系 都可以改 好了之後 你就可以把他共享出來 在這邊 就可以把這個輪子共享出來 當然如果你有登錄 Google帳號的話 他可以直接幫你儲存起來 也就是說你的這些設定 我下次可以重複使用 你就不用每次都再重做一次 因為像這些圖片 你總是要準備一下嘛 對不對 好 那你看我們繼續囉 有沒有 像這樣子 然後呢 知道這個連結的 你可以選擇 他 可不可以複製 像我的大部分這個都有開 這樣我自己用也比較方便 如果你想要對外公開的 就每個人都可以知道 你可以勾這個 不過大部分我都不會用這樣 因為都是我們 上課用而已 所以我都隱藏的 好繼續 有沒有這個連結你就可以複製起來 那你就有自己的轉盤了 這樣OK嗎 那如果老師你要測試 臨時沒有這些 名單怎麼辦 找ChipGD幫幫忙 對不對 你看 我有請他幫忙喔 來 給大家看一下 我不要再用那個 大名 還是小王 有沒有 我請他幫我用台灣常見的學生真實名稱 列出來 生成20位虛擬同學名單 冠魚有沒有是我們很常見的名字 有嗎 你有沒有感覺這樣 比較有真實感 不要忘記的找AI幫幫忙 這種東西 假的實在很好用 要自己想太麻煩了 對不對 這樣OK 好 好所以這個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先跟大家分享一下